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七年了 在这段感情中 我一直都在妥协 我为了他一些自私的想法 等了他很多年 我们年龄都不小了 所以我用心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我们早日结婚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对我的感情变了 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 让我感受到他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他从来不会把我放在 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你先去看他 我以前因为异点 他受过委屈 但是我现在对他越来越好 可是从他那里换回来的 都是尊草和失望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朱先生32岁来自湖南个体 刘女士32岁来自湖南护士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看这个小片的时候 有一个感觉 就你们的情感经历还挺波折的 是吧 谈恋爱大概有多久啊 谈恋爱大概七年了我们这一期 女生一直说她自私是吧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做的很多决定都是在我之前 而不是来商量 那咱说出这些决定呗 我们是一二年认识的 当初她因为要到外地 然后 你们在哪认识 我们是在长沙认识的 在长沙认识的 对 然后她要到外地要到哪儿去 要去福建 去了吗 去了 跟你商量了吗 她是决定好要走在告诉我的 去福建之前我是跟你商量过的 然后你问我去多久 我说只去三到六个月去看看 三到六个月啊 对 然后你才同意我去的 怎么到这儿变成我同住你啊 那你去了多久呢 我去了 不是为了挣钱 问到咱们俩以后吗 你去了多久 我去了五年 对啊 这五年就两个人是一直异地谈恋爱 还是中间有分分合合呢 中间有分分合合 他跟我提过两次分手 我没同意 就又挽回了是吧 对 他第二次提分手的时候 我就觉得事态严重了嘛 我就从福建方琴那边的所有 然后就回到湖南诸咒爱了 现在回来以后 也是对信对他之前的承诺嘛 准备结婚了 那不是应该回长沙吗 他不是在长沙工作 怎么又回到诸州了呢 因为我家父母都在诸州嘛 那你们俩现在还是异地 他长沙你诸州吗 没 他也到诸州来了 怎么又从长沙去了诸州呢 他要求我回到诸州跟他 哦 所以我一直在妥协 对 这个是我跟他说 我说回来了 咱们就在诸州定下来了 房子也买了 也都准备好了 我说你就回诸州来 在诸州找份工作也是一样的 挺好嘛 对 怎么了后来 正好不是回来了吗 17年 17年回来了 然后去年正好碰到他妈生日 我就准备很多礼物 然后去他家见他妈妈嘛 然后也是顺便提心应用的 跟他妈说到转两婚事的一方面 进去完以后 他妈就是对我不冷不热 然后我买了 他对你不冷不热 你不知道原因吗 买了一大堆礼物放在那边 他妈瞧都不瞧一眼 然后后面坐下来跟他妈聊天 说我他妈说 你先甭果谈结婚的事情 你先逛女儿买台车 后面吃后面再谈 我从长沙到租州来 那我的母亲他们在长沙生活 我得去看他们吧 走来走去的 我还得坐火车 她也怕我辛苦啊 她只想让我有一个代步的东西 而且没有说 让你买很名贵的车 就算是这样 你母亲是没说要买多贵的车 但是晚上以后 我现在回来 我的钱干嘛全都是房子 为我们俩婚房买个三十的 然后包括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没有钱 结婚也要钱 什么都要钱 就算他要你买车 你不想买 你可以后面说 他直接一句话就怼过去了 而且那天是你第一次接我母亲 你怎么能说对一个长辈 直接就去回怼他 你可以又下来以后跟我回去商量 就等于第一次去赵母娘家 见了赵母娘 然后不活而散 对 后来呢 还因为就是房子的私情嘛 我后面跟他谈到婚息啊 什么时候 我就跟他提了一句 我说结婚以后 把我父母结果跟咱们一块做 然后他当时一听就大毛了 然后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一个房子要住 也是我母亲在住 这个事情不是说 你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就完了 婚房你当时让我回租州 也是这样的 你说我们要结婚了 你说让我回租州来工作 好好的跟你生活 然后为我们买了一个婚房 我也很感动啊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 什么父母要住或什么的 因为我其实很反对 跟父母住在一起 毕竟是两代人 我们会产生一些矛盾 然后现在他就说要结婚了 然后突然跟我说 到时候我爸爸他们也会过来的 我肯定是不同意的呀 你为什么要到 您进到这个时候 你才告诉我 说那个婚房还得一家人去住 因为我就知道你一间一间 就说以后结婚 你父母有地方住啊 父母都会有年纪大那一天呀 我们是会去散仰他们 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需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但是你没必要 一句话就对了我说 这房子要住 也是我母亲住 我说得很清楚 如果我要生小孩 我这边忙不瘾 我母亲过来帮我带小孩 然后他要有个地方住吧 他从长沙过来 他的住宅是没有房子的 那他住哪儿 住病房吗 住酒店吗 你父母可以跟他住 你父母是有地方住的呀 我父母也可以带 咱们两个小孩一包的 你一开始没有跟我说过 他们要来住啊 你为什么要突然告诉我 他们要住了 听明白了啊 因为车打 因为房打 还因为什么打 还因为我的工作 工作又怎么了 因为我回来住宅以后 是跟我发小创业了嘛 就是开了一个舞蹈工作室 跟一家亲疤 他不喜欢我的环境 为了让他不去猜忌 不去猜想 我就把我的微信 我的密码 我什么全告诉他 他想什么时候查 什么时候查 然后就有一回 是因为我酒吧里面 就请了一个女歌手 注唱的 我就录了个小视频 发了个朋友圈 结果他倒好 直接把我微信删了 然后电话也不接 连续三天试连 找不到人 好 欣赏一个女歌手 我可以理解 你欣赏 晚上有必要跟他吃宵夜吗 我是也说要酒吧做宣传嘛 酒吧做宣传 然后要跟他吃宵夜 吃宵夜不是我一个人 跟他去的 转门酒吧 所有人鼓动都去了 我怎么知道 我不是拍了视频给你看吗 包括我上课也好 干嘛也好 我都是把手机开个直播 给他看 然后到酒吧里面 每个半小时 我发个小视频给他 到这样他还可以跟我吵 我白天工作 他晚上工作 我都见不到人的每天 你见不到人 而且每天他都跟一些 形形色色的 我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人 他的朋友圈里面 要么就是这个女孩子 或者那个女孩子 或者一大堆朋友啊 喝酒啊玩啊 什么什么的 我吃醋 我有想法很正常 对不对 我肯定是没有安全感的 我学员那个事 说微信里面 我学员 或者是我的客户 只要是个一型 跟我发微信干嘛的 他也不 问我是谁也不干嘛的 直接把人家删了 我反正就一句话 你要继续跟你发小 搞这个酒吧 那就不用搞小事了 你要不就现在立马 把你在此上两个工作放了 而且除了放工作的事情 他直接是 有一次是背着我 私底下去找我发小 找我合伙人 干嘛 跟我合伙人说 就是跟他们明顺葬那种 搅和事情 我就很习惯 什么叫搅和事情 大老爷们的事情 你这小女人 你看我什么都不行啊 你说你会去谈 那你不去我自己去啊 就因为你这么一闹 然后弄得我 现在跟我发小 跟我合伙人之间 但因为你不去解决问题啊 你解决了问题 我肯定就不会去闹会了 你会解决问题吗 你解决了吗 你看我一跟她了解 什么东西 她就自动态度 我听那个女生 好像充满了怨气 对吧 刚认识她那一会儿 她以前是很阳光 很开心 然后一天到晚 就是笑脸 刮了脸上的一个女孩 就自从我去 开了这两份工作以后 我感觉还慢慢地 变得无理取闹 她的这份工作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不想说 我每天晚上一个人 就像独手空房一样的 我不知道她每天 跟谁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 她会跟别人在一起 或者是跟谁走 我不想每天 都在这种担忧里面 她反正给我的说辞 永远都是一句 我要在外面闯了事业 我有了一定的事业以后 才能给你过更好的日子 我32岁了 家里面是怎么看我的 亲戚朋友 是怎么说我父母的 说正一点主持人 她说她亲戚朋友 是怎样的 我就发现了 她手机里面 嫁了很多个相亲的群 然后我后面我问她 我就问她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她给我解释是 她妈妈推荐她去的 我说那我这青年 努力是为了谁 她可能是觉得 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 有更好的选择 将来过得更好一点 那我不可能说 去违背她 我不管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那你那天跟她 吵完架以后 也没个道歉 也没个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完了 那我该怎么去 你后面也有时间 跟我道歉 所以你现在是相亲了 没有 就是我妈妈的朋友 说可以给我介绍男朋友 然后让我加了微信 而且我加了微信 连聊天都没有 我就是通过了一下 说了一句你好 就是因为聊天都没 聊天细节是空白的 因为我没聊 行行行 我问几个问题 不吵了 如果她现在提出 给你分手 你接受吗 可以 我觉得我妥协多了 你会主动跟她分手吗 我等了这七年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不是说什么 说散就散的 但是很多东西她过去了 回来以后 会变的东西很多 我不确定 我现在的心 是不是依然那么坚持 我是说 你会跟她分手吗 也许会 好 她现在其实已经 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 就是我希望过一个 相对正常的夫妻的生活 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 因为你的工作性质的原因 我每天见不到你 这个你能满足她吗 这个我之前有跟她说过 以后我会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我特别想知道 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今天来的目的 主要就是想跟她好好调解一下 谈和 谈什么和 就是结婚 结婚 对 那你要嫁给她的条件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妥协那么多 我已经妥协够了 我只是想要一点 自己想要的私人空间 我只是想要 我有更多的安全感 第一 你父母不能来住我们的房子 斩居可以 不能常住 是这意思吗 对 第二 你现在干的这事 你别干了 你干这事我就不放心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看 人家条件特别简单地摆在这儿了 你取的条件呢 可以吧 可以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所以在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 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吧 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啊 波涛汹涌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七年 如果这个时候说分开 就感觉之前的时光和 所有的付出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用已经七年了 不继续 就感觉损失了好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再去维系这段关系 爱情是给你们幻想去飞 但面临结婚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是要拉两个人落地的 这就是你们现在碰到了这么多现实的问题 一件一件需要去解决 可是真正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两个人是完全相左的 没有办法协商和协调 到底合不合适 只有你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清楚 包括姑娘 你开始接受相亲这个理论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不确定我一心一意对你了 我可能再找后备军了 第二点 她第一次去见你妈妈 是在你们交往五年后 回来以后 那这五年当中就肯定没少在你妈妈这抱怨 所以导致母亲第一次见她会那么不客气 妈妈也会觉得我女儿等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付出什么都是应该的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这样不平等的关系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就算结婚能幸福吗 所以今天我觉得不是说来妥协来协商的问题 我觉得是止步于此 因为这是一段不良的关系的开始 好吧 祝你们想得清楚 谢谢 如果说真如男生所说 我可以啊 那个婚房和事业的时候都可以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我可以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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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让你 真正对自己现在的感受 做一个了断 你是等了他七年 异地了五年 他没等你吗 我觉得你们 能够守七年 都是对爱情有信仰的人 但是 相爱 是感受 相处 是一种行为 是合不合适 当你们真正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 不再是当初 单纯的对爱情的信仰 婚姻不是靠单纯的信仰 就能支撑了 你们要落地 你们要现实啊 没有错啊 现实的我发现 这个男人回到我身边 我没有那么爱他 我对他的感受 不足以支撑 我未来和他要相伴 人生几十年 直接告诉他呀 直接告诉自己呀 现在对不起 我们真的在一起 不适合婚姻 我们各自祝福 我们去寻找 适合自己的伴侣 这没有对错 只有适不适合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 通向幸福的 适合自己的通道 好吗 谢谢 七年 觉得七年的感情 若是没有一个结果 彼此都挺遗憾 如果把时间 退回到五年前 他想去福建 你不太想让他去 于是他留下来 在五年前 你们在长沙结了婚 按你的意思 陪着你的父母 后来他也开始创业 也是办舞蹈工作室 你会支持他干吗 你应该会吧 因为他为了你留下来 如果在五年前结了婚 有了孩子 再因为同样的事情闹离婚 那你觉得两种命运 你愿意选择哪一种 那我全没开始 但事实上就是开始了呀 我已经给了你 另外一种选择 你不可能再贪心说 我再要一种选择 压根没开始 开工没有回头见 很多事情回不到最初 你们两个人要做到的就是 女生做到不后悔 男生做到不虚伪 付出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 如果你认为这五年的思念 七年的等待 你认为想着一个人是一种快乐 那你就不会认为这七年是拜拜付出的 除非你一直在权衡利弊 这五年值不值得 而对于男生来说的就是 做到不虚伪 当你选择了一样自己爱人所反对的事业 你依然要坚持下去 你可以 那是你的权利 但你就不要打着 是为了你好 我才做这份事业 你那事业是为了你自己 你如果是为了它 我说不干我就可以不干 你不是 你是为了你自己 所以你别后悔 你也别虚伪 就这样吧 在核心问题上 和双方的核心利益问题上 你们俩没一样达成一致 因为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结婚的时候 每个人对自己的新生活 是有一个向往和规划 恰恰你们在这个向往和规划上面 你们根本没有达成一致 关于父母的赡养问题 有了孩子之后 双方父母谁来带 如何安排的问题 女方远嫁之后 如何维系和女方 以及孤业之间的关系 你们这些最现实的问题 能达成一致吗 你们坐在一起认真讨论过吗 规划过吗 如果你们讨论了规划了 就不会出今天这样一个情况 都别急 沉下心来 你们把它想清楚 核心利益达成了 是分还是合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接下来进入抖音真情60秒 还记得咱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刚第一眼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笑容 就像个天使一样 刀要走我 经过这么多年 我也知道 我自私 跟我的一些任性 然后你的一些包容 我希望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 依然是用你的陪伴 依然是冷却了你的手 一起往前走 我觉得 像老师们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过去了这么多年 就像您说的 你很喜欢我以前的笑 现在为什么我不笑了 也许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已经不是水妥协的问题 真的是 这七年的感情去哪了 还在吗 我们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而不是最终妥协 导致你不开心 或者我不开心 来妥协这段爱情 这段婚姻 不是用来妥协来维持的 女生对话说得漂亮 我们绝不因为一段爱情 而妥协一段婚姻 面对情感 我们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不做妥协的 这是她对生活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没问题 行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打开 爱的记忆箱 她们俩应该是有很多回忆的东西 我不知道她们选择的什么 应该是回忆满满的 女生先说你放的那个是什么吧 那是一个自过敏的药 我会藏背 这个药其实是给我吃的 因为我们是湖南人嘛 湖南人夏天最喜欢的小龙虾 他特别爱吃 其实我对龙虾是过敏的 我不能吃 所以每次他叫我去的时候 我也会跟他说我不喜欢吃这个 但是我还是会陪着他去 可能有的时候 时不时会不小心夹了一两块 我怕自己过敏 我就会常给自己备这个药 我一直在为他妥协 你喜欢的东西 我就想一直陪着你去做 来医生 他说后呢 那个是我在福建 刚去福建的时候 给他送了一个礼物 我跟他承诺是 以后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过来迎娶你 然后像做一个 像那个礼服一样的 量身钉子一套礼服给他 但是他把这个礼物 退回来给我了 退回来给我以后 然后我当时就一直 还是保留着 一直到现在 这也是他不知道的 那你给人做礼服了吗 没有 还没 因为回来就有矛盾了 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俩人性格已经 完全就彰显出来了 一个就是那种 带点所谓的小浪漫气息 老追求那感受和感觉的人 一个就是把日子 过得特别扎实 我就想要这样的东西的人 所以你们两个人 把自己心里想要的 都说清楚 就容易达成共识 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有请图语老师 解答一下 抖音APP上的朋友们 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 接下来进入 抖音爱情小课堂 这是个方式可行的 我们过游戏间 我在忙 你先自己去玩好不好 男人怎么我可以帮你呢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懂什么呀 去去去去 王总 工作本身的目的 是为了家庭的幸福和自我满足 但是男人总是打着家庭的旗号 堂而皇之地置爱人于不顾 但实际上是为了自我的光环 妻子未必能够成为你事业上的好帮手 但一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当男人以工作为名 拒绝妻子的热情 也一定要记住 在你事业最落寞的时候 一定是那个 你认为什么都不懂的妻子 在陪伴左右 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开通了 抖音的账号 大家赶紧下载 抖音短视频APP 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 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可以观看 来看看 这对七年的恋人怎么选择 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晶云U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式爱情保卫战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我为了他和我的父母闹翻了 可结果就因为他父母一句不同意 他就要和我分手 我当中不能用谁付出多少来衡量 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也不一样 我倒是认为你应该仔细去想一想 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同意 你们是否真的适合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户 无领先品牌药保湿 一辈式冠军播出的 一辈式纯滴水纯净宝石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辈式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辈式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 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 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我要保卫爱 并爱他 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